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使得他后来的文章历论高深其力 旁征博引 宋仁宗仅游四年 也就是1037年 王安石随父亲进入京都以文会友 结识了好友曾拱 曾拱向欧阳修推荐奇闻 大获欧阳修的赞赏 庆历二年 也就是1042年 王安石赴开封参与会试 考中进试 据北宋王志创作的笔记文集《墨记》记载 王安石本来被考官列明第一 但是因为应试时 他写的附中有《如子其朋》一句 惹得宋仁宗不悦和第四名杨志互换 最终和状元失之交臂 由此可见 王安石的博实多学文采超凡 王安石的散文和韩裕 柳宗元 欧阳修 苏氏等人合称唐宋八大家 他的诗歌以神风韵远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 诗称王金宫体 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这首《试长安君》 便是王安石的经典诗作之一 诗长安君 诗王安石 少年离别亦飞青 老去相逢亦创情 草草碑盘共笑语 昏昏灯火化平生 自连湖海三年阁 又坐沉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事 寄书应见 燕难争 这里的《长安君》是王安石的大妹 名文书 被封为《长安县君》 所以也叫《长安君》 写这首诗的时候 王安石和妹妹王文书 时隔三年后再次相见 但刚一见面 王安石就要出使辽国 归期不定 于是他产生了无限伤怀 便写下了这首诗《试长安君》 在这首诗中 王安石没有用典故 语言也很浅显 但所表现出来的真挚 而又深沉的兄妹情 却感人肺腑 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已 江烟在别覆中直接说出 离别给人带来的伤痛 在没有电话 手机 没有高铁 飞机 汽车的古时候 很多人一次的离别 就是一辈子的永不相见 正是因为如此 离别的感触才会如此之深 在这首诗中 王安石在首帘就说出了 人对于离别的普遍感情 年少的分别并不见得就是 少年不识愁滋味 同样令人黯然神伤 离别的人老来相逢 本来是高兴的事 可是令人难以释怀的是 刚刚见面又要走了 少年的离别和老来的相逢 同样都是意非清 也同样都是意创情 两个主语共用分享两个谓语 在文学上把这种手法叫做护文 接着汉连写离别的时候 是怎样的呢 那自然是要吃一顿饭 这顿饭并不需要太好 随意几个小菜 二两酒就够了 因为吃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昏暗的灯火中 在饭桌旁边说说心里话 说说这几年的生活 说到高兴的是 大家一起大笑 说到难过的是 大家一起叹气 一顿饭之间 说尽了自己一生的悲欢 说尽了一生的得志与诗意 这一句中 曹操与昏昏的叠词 给人一种随意温馨之感 曹操二字 道出了兄妹感情至深 描绘了和睦温暖的家庭气氛 昏昏二字表达兄妹情深 灯火已昏暗 他们仍顾不上休息 似乎有交代不完的话 这两句十分亲切 没有刻意雕琢 粉饰拔糕的话 成为传颂的名句 接着的景帘感慨相聚不易 自从上次分开 两地相隔湖海好多年 可是老天爷偏偏不让人享受片刻的欢愉 转眼间我又要走了 沉沙万里行 作者也想走得潇洒 可是心中的牵挂让人难以释怀 最后的伟廉回答妹妹的问题 何日再相会 对古人来说 这是很难回答的 所以诗中只能说 等到大雁再往南飞的时候 我会托他带给你我的思念 中国自古以红雁来代表家书 看到大雁成群结队地回家 只能让红雁帮忙带一封家书 红雁带来的是对家里人的安慰 也是异乡人的深情 诗中都是很寻常地表达 却字字见深情 在离别面前 人都会谈及再次的相聚 所以作者也是将这种 再普通不过的心理陈述出来 从而达到了与读者共鸣的效果 关于离别 还有哪首诗词令您印象深刻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分享 感谢点赞凤雅琪 关注我们的频道 朋友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